徒步西藏的河南许昌的女孩 22岁 出事 一下子上了新闻的头条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美美呢 是一个特别好的姑娘 家乡发生了洪水 她还捐出了一万七千元 其实很多做自媒体的人 并不是那么有钱的 这个姑娘是徒步这样的一个车 上面有太阳囊 号称要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 正在直播的过程中 突然发生了意外事故 那现在她究竟是什么原因 大家也不得而知 我们期待调查的结果 其实在这个视频上 老王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已经见过这种太多的事故了 比如说西藏冒险王 比如说雅鲁萨木江的女人 包括我们现在的 河南许昌的22岁的女孩 美美都发生了这样的交通事故 我觉得我们其实应该反思一下 现在自媒体时代来临 大家都把自媒体当成一种赚钱的工具 但是像这种去西藏 去新疆 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这种 它是需要一定的专业的知识 和专业的团队支持的 切不可贸然前进 我觉得自媒体是一个时代 它给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发生的平台 但是确实也误导了很多年轻人 误以为这是一个门槛很低的一个职业 其实自媒体人坚持下去很难 而做一个专业的自媒体人 坚持下去就尤其难 我觉得做任何事情 真的都是安全为前提的 那么美美这个事件 也给我们很多人提了醒 我希望正在看视频的你 如果想加入自媒体行业 第一要选择适合你的 第二真的是要保证自己的安全